哎,赵本山怎么样对他爹的,你知不知道,大家都知道,赵本山从小的时候就是,他母亲吧,就是在六岁的时候已经去世了,而他爸爸呢,就是他爹,哎,他爹吧,就是啥呢,领着他这个姐姐和哥哥,那时候就跑到别拉荒去了,因为啥,穷了,对小小的一个赵本山就说,那时候赵本山已经十多岁了,说,山子,哎,我不能带你了,因为啥呢,你太小了,在路上啊,白带饿死,冻死了,粗衣无奈吧, 就啥呢,把赵本山留给了他爷爷抚养,结果呢,他爷爷没过几年,哎,爷去世了,后来,大家都知道,跟那个盲人二叔啊,还有他那个干妈啥的,娶这个媳妇,非常非常不容易,其实从那个,他内心来讲,那个赵本山,是非常痛恨他爸爸的,但是话说回来了,谁能真痛恨他这个亲弟呢,是不是啊,这事出有因,结果呢,赵本山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火了嘛,火了有一天, 那时候是啥呢,在1983年大概是,1984年啊,就说错了啊,1984年的时候,就是门口突然来了一个白发苍苍那个老头,第一句话是吧,山子,是你吗,而赵本山,第一感觉,哎呀妈,这不是爹吗,一下子冰尸前嫌了,两个人抱头痛苦,其实他爹也是当时非常无奈的, 刚才我也说了啊,就是,因为啥,跑到北大轰,时代是没有招了,你说但凡,那虎毒还不识子呢,所以说赵本山,你看这个亲爹来了,是不是啊,而且当时还小有名气,有点钱,那就好好赐弘爹呗,对不对,给这个爹呀,其实,哎呀,真,该咋不是咋的啊,就是咋说呢,赵本山对他爹,真是好样的, 哎呀,他们并没有说这个,嫌弃他爹当年也抛弃了,正是有这块痛苦的魔力,哎,就是磨难吧,才有了赵本山后来的成绩,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啊,后来的成绩是非常了得,今天我给他说赵本山,我想赵本山了,因为这个从哈文导演那个2013年开始,2014年吧,就是,呃,导演以后,他就没有赵本山,这一点嘛,我挺遗憾的,哎,因为, 可以说啊,他伴随了我这童年,呃,因为他爹,我说后就说回了,就是他爹回来以后,就赵本山一看,这老爹,也造挺苍苍的,那个,说有一天说了,你天天不能在家待着,因为赵本山那时候就有别墅了,啥的,是不是啊,呃,我得给你找一个人,你说这个,作为赵本山他爹,他爹叫赵德仁,哎,这个赵德仁这老头挺俊的, 要不啥那个,咱们父辈那带人呢,都挺倔心,说这,呃,没啥事,我就帮你看公司,啥的,溜溜猫,兜溜狗,还不挺好吗,赵本山一说不行啊,那我得给你找个,啥啊,找一个老伴儿,而就屋次了半天, 是当时呢,有一个叫,是屯林旁边呢,有一个叫45岁的一个老太太,不算老太太吧,中年婚女,说挺好的,叫什么美啊,记不清了,然后他俩就这么拉个,一开始,你说他爹非常不喜欢这个浑事,害啥,骨子里面保守和传统, 在赵本山好,好说,歹说的情况下,他俩成了,哎,这是赵本山给他爹解决的第一个纵身大事,有个陪伴吗,结果这老头是可倒好,你说啥呢, 那是待不住,嫌不住啊,那你赵本山当时拍的叫,呃,这个乡村爱情第二部,哎,乡村爱情,咱大家都知道,其实是一个电视剧嘛,这是非常好看的啊,咱们东北人都知道,当年也上过央视,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电视剧,这老头呢就在剧场里面,哎,天天这么溜达,这儿逛逛,那儿看看,建造人呢,还跟领导一样,哎,同志们好,哎,就这种感觉吧,因为啥, 啥呢,他儿子是赵本山,他儿子是董事长呢,那你说这帮居团的人是啥呢,那某能不敬重呢,有句话来讲,三十年看父敬子,三十年后,看子敬父啊,啊,好像就这么意思了,就非常尊重他,偶尔呢,这个还给这个老头,哎,就是一点点这个,这个,小小贵啥的,比如说,买点瓜子啦,买点雪糕啥的,这老头吧,天天忙着还不易乐,挺开心, 所以说吧,在赵本山,这个悉心陪,悉心陪护之下吧,这老头啊,也算在晚年当中,哎,得到一个非常好的,呃,归宿啊,所以说赵本山呢,该打不啥的,他对这个,他爹,非常非常笑心, 直到排完这个乡村,爱情第二部的时候呢,那个老头啊,太去世,太去世,呃,也就是说,在2007年,这个赵德仁去世了,呃,享年应该是八十多岁,八十二还是八十几了啊,也算高寿了, 从这里也能看出,赵本山,就是无论在演戏,还是在这个,对待他父亲的时候,都是非常孝顺的啊, 今年是龙年,为啥这几七年,有总做这个赵本山视频呢,因为马上春节了,快过年了,快过年的时候,这个, 今年的春啊,值不值得我们去看,值不值得有那个,儿时那段回忆,因为,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嘛, 少年老,瞎又小,这种年龄,就是很怀念,就儿时那段美好的回忆, 那么,屏幕前的你,是不是也有我这段感觉呢,有的话,请扣一,没有的话,请扣二, 哎,还是怀念赵本山的时代,哎,好,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结束,感谢大家,我们下次见,拜拜。